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是這個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在民航特考裡面 它的類科是這個非航管制的航空運輸學 那終關今年的這種航空運輸學考題 老師就先給一個結論就是說 算困難 就是說它的這種出題的這種內容 比較偏向就是一些比較冷門的這種出題的這種方式 尤其第一題像之前老師在課堂上面都有提過 就是說它我們比較不喜歡就是說 我個人比較不喜歡出法規裡面的這種內容的這種題目 那當然說因為法規的內容 它還是屬於航空運輸學所必須要去涉及到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把它相關所要去這個陳述的這種重點內容 去做一個考試的話 那就很難去做提型上面這種抓取了 也說可能這法規我們有提過 然後說可能這法規的內容我們提到是部分的內容 但是它可能考試另外一個部分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出處的地方 那就很難去掌握這樣的提型 那這個其實也是各種不同的運輸類別 包含說像今年的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我們航空特考裡面的考科運輸學 你發現它裡面出的這個內容 完全就都是航空類的 雖然它叫運輸學 那這個其實會被有點爭議 那你要嘛就出航空運輸學 因為這個雖然是兩字之差 可是它的內容涉及的範圍其實是蠻有差異性的 因為光運輸學這樣子的類科裡面 它所要去這個涉及到的範圍 就不會是單一運居而已 但是你現在又只是考單一運居的這種考題 我在想這難免會被人家詬病啦 就是這個出題的委員 他到時候一定會被講說 那你為什麼不出航空運輸學的東西 或是說反過來講 那你為什麼只出航空運輸學的東西 這是在另外一個考核上面 老師在看今年的題目 看到了一些問題啦 就是說出題委員可能為了要去做 不能說標新第一 為了要去讓題目有深度 或者說教育部 考試院他們講的所有間別度 那去出了一個跟這個內容有點關係 但是可能大家比較不好掌握的這種題目 他們所謂的間別度從這邊來的 那這樣子就會讓準備考生變成一個頭兩個大 但其實不用擔心的一點是說 如果太過於偏頗的題目 除非這個老師他可能在他自己可能是有上課的啦 或是說他自己有在這學校裡面認教的 他自己本身有在這方面做重點上的說明 不然其實大家準備起來的這個難易程度應該是差不多的 他說不會就還是不會啦 他說沒有摸到就不會有摸到這樣子 好 但是如果是這種我們在課堂上面有提到的 或是說他的這個內容本來就是 算是這個考核裡面重點的 那你就應該好好的掌握起來啦 所以終關整份考卷四個考題裡面 老師覺得算是歷年來這樣 這幾年裡面老師覺得算是難的 難的不是對於題目的理解 也是對於內容上面的這種 陳述上面的這種深度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一一的看下來啦 第一題他說 根據我國民用航空法規定 航空人員包括哪些身份職業的要求為何 各種人員的工作的這種工作執掌為何 老師覺得我這個給他五顆星的難度是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涉及了幾個法規上面的這種描述 因為民用航空法對於不管是航空器 然後頁別還有就是人員部分 其實它不是一個專條專章 它是顯閃在各個不同章節裡面這種解釋的 那考這種題目其實算是考法規的題目 不算是考運輸學的題目 但它還是拿出來去考試啦 好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一般性的規範是放在民用航空法的第二條裡面 那第四款主要說航空人員指的是 航空器的駕駛員、飛航工程師、航空器的維修工程師、 飛航管制員、維修員及航空器的這種簽派員 但第十款裡面又同時有規範一個特定的角度 叫機長 機長指的是說 航空器所有人或是使用人指派與飛行時指揮 並附這個航空器作業及安全責任的這種駕駛人員 這部分是有特別專門去做這種說明的 那你就必須要去把它歸納出來 但其實在第三章裡面 它又有一個專章在寫航空人員的個別不同的這種類別跟資格 但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剛剛講的這些人員裡面 它並沒有很具體的描述他們的很完整的工作內容 所以你必須要再額外去補充它相關的這種說明啦 它考試上面第一 它考試法規上面這種內容的描述題目 這個我自己的認知不算是特別好的考試的題目 而且立官這幾年裡面考題裡面出的頻率也不算是很高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這種陷阱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的邏輯的話 那未來所有的民用航空法或是相關的法規裡面 都可以變成是很這個考題的來源 那我只要挑冷門的 反正沒有超過超出規範嘛 那可能就會是同學啦 好然後再來它就有幾個重要的這種 這個規範是在24、25、26條裡面 然後24條講的是你的身份資格 必須要是中華民國國民 但是有特別例外啦 這種特別例外通常就是你的 這個人員的資源不夠 或是短期之間沒有辦法訓練起來 那你可能要去借有一種外籍人員的這種補充 這是特例不是常態 但特例就是必須要是中華民國國民啦 那再來25條講的是說必須要有相關的發證資格 他就是不是說你今天來報名 我覺得你可以就不行 他基本上就像這個我們管制人員一樣 他必須要經過一個國家考試 然後給予一定的這種證照的合格的 你才可以取得相關的這種職業上面的這種能力的認定 好那26條他講的是這個你的這種程序啦 包含航空駕駛員工程師管制員的體格 必須要去做一個定檢的部分 然後要隨時把你的定檢結果去做逐年的檢查 而且要有把它隨時攜帶在身上 好那這個部分如果沒有辦法去這個提供 或說你隔年在檢查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符合規範的話 你就要停止職業 尤其是像機師這種 他的這種工作的條件 跟他工作的這個內容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那他不容許你的身體有一絲一毫的狀況產生 所以必須要符合他這種相關的條件 好那各個執掌的部分 駕駛員 通常航空器的駕駛員就是整個 航空器裡面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現在的這種飛機 大部分都可以去做自動化的飛行 所以他的這種駕駛的行為 都已經從這種以前高度參與變成什麼高度監督 這大概也知道現在航空器 或是其他運具上面都有這樣的這種特性 好那甚至他已經有取代某一個角色 就是以前所謂飛航 機艙內這種飛航工程師裡面這種角色 現在的飛機以往大型 或是比較這個機器比較複雜 電子零件比較複雜的飛機 他都必須要三個人員去做駕駛 但現在都是正負機師就可以完成相關的任務了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規範在這裡面 因為還是有其他的這種機型 我覺得機型他還是需要有這種 飛航空程師的這種幫助 那甚至像新型態的機型 他也必須配置這樣這個人員 好那所以駕駛員做的是 就是查驗機上的儀表 控制的系統載重油量 和其他事前跟事後的這種 還有就是航行過程中的這種檢查 並且把相關的這種相關作業 記錄在你的這種飛航日記簿裡面 好那工程師做什麼 依照機長的命令 調整引擎各種不同的技術的狀態 那去確保飛航上面的安全 還有就整個這個飛航狀態的這種維持 所以說這個工作現在已經可以從這個 比較好的科技的輔助去完成 去協助機場完成了 所以飛航工程師的這種角色跟需求 就越來越低了 但我說特定的機型裡面 還是有它的需求存在 好那這是飛航的管制員 他是維護空中的飛航安全 跟提升飛航的品質 那利用雷達跟各種不同的這種裝備 以及這種無線的這種通訊的這種系統 去傳遞相關的這種資訊 去保持在他所負責空域裡面的飛行器的 安全的一個狀態 那透過跟這個駕駛人員之間的這種溝通 跟協調以及不同區域裡面的資訊交換 去確保這個空域裡面的每個飛行器 都可以有一個完整的這種飛航的這種空間的取得 大概是他的任務跟命令是這樣子 好那再來是這個工程師跟維修員的部分 這是屬於地面上面去確保你的飛行器 在飛行之前跟飛行之後所必要的這種檢查 然後去確認他這種四航性的這個做法 就是他的一般性的工作 這跟這種飛航工程師所負責的東西不一樣 一個是在過程中 一個是在起這個使用前跟使用後 或者說離場前跟到場之後的 其他的所有相關這種檢查 確保飛機有相關的這個四航的能力 那最後一個是所謂的簽派員 是做飛機的飛行計畫 航機遷放跟這個相關的航行的這種守望 跟異常的處理的這種狀況 那所以人家說這個簽派員是最後的這個重要 這種守門員的角色啦 你飛機剛剛講的那些檢查 或是這種四航能力是不是真的 是如他所承受或是如他所紀錄的 簽派員要做最後的這種確認 那他簽派的部分還有另外一塊就是 他整個貨機的這種 整個飛機的貨物跟能源的這種載重配置的問題 因為依照說這個飛行器不像船舶一樣 他的這種載重能力其實是有限的 而且對於重量是相對上敏感很多的 所以說他必須要去確認這個狀態是符合安全性的飛行的 像之前台灣就有發生過的狀況就是說 為了要去這個 做這個貨物的這種裝型的需求 所以他會短抱貨物的這種重量 那導致飛機在飛行的時候 就是造成他這個飛機的載體的重量分配不平均 然後就有觸地的這種危險性產生 因為那個重量不平均有比較重的貨物 在資料上面顯示沒這麼重 但是實際上是相當操縱的 就造成這個貨物往後壓的這種情況產生 好 那這都是千派員必須要去做確認的 人不能放飛 這部分他負責一個很大的一個 守觀的這個責任存在 好 那是老師覺得一個 在這份考驗裡面比較重要 跟比較困難回答的題目 就是第一題的部分 好 那第二題是說 民航飛機的這種儀器飛航之下 他有所謂垂直隔離高度 和這個區域飛行的意涵 這個題目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們之前有提過比較傳統的這種題目 也比較符合我們這個考試上面的需求 所以就是給他三個 星星的這種普通的這種等級 所以說就先把這個所謂的垂直隔離高度 RVSM的這種定義先給簡單的寫出 他的重點是說他在這個一定的高度 為了去增加他空域裡面的這種飛行容量 所以他做了一個空域的這種縮減 就把2000英尺縮減成1000英尺的部分 那發生在這個FL290 就是2900英尺到FL410 41000英尺 29000英尺到41000英尺的這種高空裡面 那這樣子你在低空上面的這種飛行的 區域的容量就會增加去滿足他的通過這種需求 但要去做這件事 能夠做這件事是因為我們的儀器控管相對上進步了 那但是你還是要去經由這種申請 而且有該區域主管的這種當局的核准 你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去把它做個縮減 那所以像如圖利這邊 他就是在這290到110那邊做一個有效的這種縮減 那能夠去縮減是因為有這種我們講科技的幫助的部分 那他當然就是用無限電力跟衛星的定位方法去找到 能夠去確認航空機這種絕對的這種位置 那能夠去做一個精準跟即時的這種控管 讓這個空域的使用上面更加的這種靈活 好那 好另外一個就是所謂區域飛行的部分 那區域飛行的部分就是指說用相關的定義方式 然後在各個區域裡面去做飛機的位置這種確認 從這種最遠的區域的這個管控到我們這個 所以最近的這種所謂塔台這種管控的部分 然後還有中間的這個所謂進場的管控的部分 那利用相對上這種各種不同的這種儀器 包含GPS定位還有地面雷達上面超高頻的無線電 這幾個重要這種設施 那現在衛星導航這件事情也越來越深盛 包含現在的這種衛星技術 有低軌衛星的這種使用 那所以未來對這種所謂的 在特定空域裡面還有特定區域裡面的航空器的這種掌握 也會越來越精準 好所以他告訴你說 經過這個陸機跟新機導航訊號的這種更新 讓飛機的慣性裝置都能夠連續的這種更新 那所以說在他一定的路線上面 只要沒有異常的這種情況產生 就是用儀器去做這個訊號 還有就是說擷取跟這個資訊的回復 會比人為的這種持續控管來講的話 更加的這種精確 然後達到說可以在特定的這種飛行的目的 跟他沿路上面去做一個精準的這種掌控的部分 好那所以他提到一些缺點 他說缺點是說需要24L的監視 那需要地面導航站跟最後完成進航飛行跟付飛的這種飛行段 比較適合地面導航設施齊備這種中大型機場 那所以如果你是這種小型機場的話 你的設備不夠齊全就比較不適合去做區域飛行這種導航方式 那簡單來講就是你的設備要足夠 你的設備足夠的情況之下 那你的空域有這種所謂的頻繁飛行通過的需求的話 那種區域導航飛行會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這種方式 好所以這題相對上沒這麼困難 應該都可以寫的出來 他裡面的這種內容跟意涵的這個部分 那重點是你可以去了解他的空域形成的這個狀態 跟他這種圖形的這種結果 好那第三題相對上給四顆星的原因是 因為他前半段算相對上不會困難 因為我們內容都講到 而且也蠻好理解的 但是在後半段他對於相關的這個營收管理的結合 有可能就比較難去做發揮 他題目是這樣講的 他說航空客運跟貨運的這種運量計算的單位是什麼 意義是什麼 那承載率跟營收的如何去做定義 兩者之間如何運用於這種營收管理的部分 營運管就是所謂營收管理 因為這跟錢跟貨物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講的應該就是這個ER management ER就是指營收的這種部分 Yield Yield就是指營收的部分 好那這邊就必須要我們講的指標 跟這個後面的部分的這種連結 是比較要去做發揮的部分 好那前面的指標因為我們都有提過 那用作航空公司營運管理的這種指標 一般來講是用人的部分是用RPK 就是收益延人公里 這個很好理解 就是你的這個乘客數 你在一段時間裡面使用你的運居的乘客數 乘上它的距離的總里程 好那或者是這個ASK 最大乘客這種飛航的這種公里 最大運能這種呈現 那在承載率是等於這個RPK 去除上這個ASK的最大容量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表達方式 就是每公里的單位營收 Yield等於是營收除以RPK 好那是客運的部分 那貨運的部分用的是FTK 那其實我們之前有講過概念是一樣的 一樣就是說用這個 你的載重的鈍數乘上這個總里程 會得到你的這種 貨運延頓公里的這個結果 那跟這個AFTK 這最大載重鈍數飛航的公里 兼最大的運能 去做一個這個呈現 去做相關的這種計算 好那營收是乘客數乘上票價結果 如果你是旅客運輸的話 那但是用這樣子這種計算方式 在長圖上面會因為這種跟短圖之間 計算的結果會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最主要是因為 飛機的這種 前置的這種成本很高 那所以說如果你只是用 短距離的話 你可能會得到一個 營收上面不是很好的結果 所以為什麼 飛行器一定要用在比較長距離的 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就講到 成本結構會很大的這種不同 產生 所以距離越長 對它所產生的成本的負擔的 這種能力就越強 好所以要考慮到這個里程數的影響 較能夠反應實際的狀況 是在長圖的運輸上面 好 那短圖運輸的比重若是比較高的話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RPK跟ASK 或是說貨運的FTK跟AFTK來講的話 它比較難去反應出來 所以說一般來講 我們會用長圖的方式去做這種反應的結果 好 所以這邊提到 因為這樣象徵的這種需求的程度 高承載率代表需求比較強 固定成本可以分攤比較多 所以說這個 因為票價跟運價不容易在打折 所以低承載率就會造成航空公司的這種災難 或是航空公司營收上面困難的這種結果 因為同樣的這種一個 我們之前講過運輸的這種載具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不管它有沒有承載人員或是貨物 它所去飛行出去的這種成本都是固定的 所以剛剛講你的飛行的距離越長 那因為再加上它的這種前置的固定成本比較大 它的變動成本 雖然是隨著你的這種飛行的這種時間距離去做計算 但是以比例上來講 像這種航空器它的前置成本非常非常大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飛越遠越好 飛越遠越好 好 那如果你還對它相關的這種營收做管制的話 可能就會加深這樣子一個額化這種狀況 所以說在1987的時候 他們做相關的這種解放天空之後 讓你的這種市場上競爭去打開來 讓它的營收可以做一個有效的確定 好 那在營收管理的部分的內涵 你要去做的這種調整的包含你的定價策略 還有定價控制的方式 那以下有它相關的這些內涵的部分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我們舉出來包含了這種差別定價的方式 旅客運輸需求 倉位的配置 然後超額定位的這種可能性 那一般來講航空公司都會做超額定位 好就是超賣的部分 好讓這個所有的空間 不會有這種空位的結果 那至於說有沒有可能就是同時去做這個 座位取得或是倉位取得是有的 那這時候就要取捨了 好要把誰的活物或是把誰這種需求給做一個 我們講這個退倉 或是說這種更改班機的這種做法 這個還是會有的 但它的影響性基本上對於營收來講 是會比較小一點點 因為我可能會做一些補償嘛 但是這個總比說你的座位賣不出去 而造成一個這種空位飛行的結果 來的更加有這個處理上面 比較能夠容忍的這種情況產生 用比較簡單話語來講說 你寧可讓貨物塞滿讓你去挑 要拉下飛機的人員或是 也不要讓這個飛行器 以這個沒有滿載的情況下 做一個飛行上面的滿足 那結合承載率跟營收 進行有效的營收管理或營運管理 可以帶來一些效益跟優勢 包含說可以讓定價策略 跟航空公司的營收目標一致 那長遠一致的這種價格的形象 那發展一致的定價策略 並且減化和加速定價流程 然後將穩定的隱藏的收入和需求 的這種整合性能夠提高 那附加費用可以去做一個 連結有效管理的部分 那配合這樣子這種概念 就是說我需要去藉由這個座位 或是空間的營收的管理 有效管理去連結這個 Yield Management的這種做法 會有三種運作方式的這種配合 一個是 一個是用機會超買 好像剛剛講過 那但是超買也不能夠 無限制的超買 你還是要裝一丁的比例 那這比例從哪邊來 從你每一個 就歷史資料裡面 或是其他人的歷史資料裡面 這個搬機的這種缺額 或是說你的訂票行為裡面 可能不足的這個比例 那你把這個比例 當成是超賣的這個 最大的這種上限 那再來是這種搬機費率的這種操作部分 依照我們就是差別取價的應用 去把這個飛機的這種座艙 依照它的這種區位 或是說它的服務的多廣 大家比較能夠去理解的 或是說大家比較能夠知道 像我們最簡單就分成所謂 投診艙、商務艙跟經濟艙 這種做法 那其實它分的更細 這個飛機如果以旅客運輸來講 它這種裡面的座位的艙等分的其實是更細的 那這樣的好處是 你有不同需求的 這些消費者或是乘客 你就會依照你的需求 去付出對等的這種代價出來 那這樣子你的這種 機會取得上面的營收 對航空公司來講 會產生最大收益的這種來源 好所以它說 航空公司可以利用不同的這種折扣的差別費率 達到營收的這種最大化的這種結果 好那再來是 航運中心跟各航艇這種控制 運用這個旅客不同的目的 的這些相關的這種需求 好然後去管理多航班的這種航線跟機位控制 那這個這個做法我們叫 軸幅式的控制 所以為什麼現在在 軸幅式的這些航空器的使用上面 會這麼流行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好因為我可以用一個我選定的這種區域中心 然後把我的班機去做一個這個來乘客這個匯集 然後再利用其他到目的地區的班機去做一個調整的這種轉運的這種動作 那當然這個過程裡面你必須要去犧牲的是可能在轉運上面時間的這個浪費 但是一個好的這種區域中心 它其實對這些相關的這種轉運的時間會控制相當的精準 那但是現在的另外一個做法是說 好那我就讓這個轉運這件事情它本來就應該會去發生的 但是我讓這個利用這些轉運的這種乘客 更多這種價值上面的這種呈現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講好了 像很多要去歐美的這個亞洲的旅客 它可能在日本或是韓國轉機 那它轉機的這些地點本來就是一個 相對上旅遊或是觀光的這些地區 比如說像韓國的這種人川 人川機場旁邊就是首爾 所以它就會告訴你你在這邊轉機 我就讓你去首爾 給你一些優惠 比如說提供免費的公共運輸 那你進到首爾去做消費 所以說對於這個旅客來講 它可能就是在整個航程上面 可以玩更多的地方 那同時也促進這個地區的這種 這個觀光消費 因為大部分的旅客 如果你是有時間價值上面考量 比如說商務的這個旅行 或者說你飛去這個時間上面 你必須要最快到達的 你就會搭直飛的飛機了 那所以無形中也去做一個這個 這個航空器市場選擇的一個區隔 那如果是一般休閒觀光的旅客的人員 它的時間的彈性 其實沒有那麼的這個僵固 就沒有那麼的fix 它可以比較彈性的去安排它旅程的時候 你有給它這樣子優惠 那再加上它轉機上 它是可以容忍的 那就可以讓所謂的地區機場業者 航空業者還有就是乘客多營的這種結果產生 產生更大這種營收 所以這個現在是很流行的一種做法 就是把區域的某個地方 那台灣也想嘗試去爭取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所以桃園機場 在這幾年明年來都不斷的去擴展 它的這種設施設備和規模 然後去做一些這個跟台灣 不管是旅客部分的這種休閒觀光的資源的連結 那貨運部分製造能力的連結 它都有在做這些事情 去做一個有效的這種連結的這個來源產生 那台灣有它自己本身製造的這種能量 所以對於貨運來講 它的價值的可能性跟這個能力 就可以從這些連結來去做獲得 那旅客的部分更 因為台灣其實不大 所以說在台灣機場停留過程裡面 它離這個主要的都會地區台北市又很近 那現在又有很便捷的這些捷運的系統 軌道系統的這種支持 還有高鐵系統的支持 那所以這一塊的這種需求也越來越強 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題目也前半段也不難寫 所以我雖然還是給它四顆星 但是基本上你一般同學應該都可以寫的出來 都寫出來 在指標的部分還有就是跟後面營收管理 只是說後面營收管理的連結 你必須要向這邊說明一下 這些指標它為什麼會使用在營收管理的來源 以及它怎麼去操作這些相關的內容的部分 要去做一個說明 好那再來是所謂的空中交通流量的這種管理 這個解釋是什麼 這個其實我們好像也在總複習裡面有講到類似的內容 還有管制區也有提到這些部分 那服務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那以及這種實施所謂ATFM的這個 益處有哪一些啦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雖然給四顆星 但我後來想一想應該三顆星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難度沒有這麼難 好空中的這種流量管理 它是空中在管制上面空中 對於這種空中在空中裡面的這種狀態的一種管理的流程跟機制 就跟我們的這個空中管制單位是有相關的 它空中有做這些事情的 它只是說用現在的航空站 以及對於空域和航路做這個精確評估之後有效的管理方式 那管理程度當然是管理這個航空器啊 就是它的所處的空間 跟它的這種物理的這種虛擬物理的這種航路上面的這種管制啦 好那通過合理的放行航空器保障安全的基礎上面 在單位時間裡面通過某航線的某一點 或是某一條航線上面的航空器的數量的這種確保啦 那在你的空域有效利用的狀況之下 那確保通過的航空器都可以有一個安全的這種狀態 當然安全還是最重要的考量的來源 但是我又不能夠因為安全 那但是讓空域的利用效率變得很差 那以往在這個設備沒有這麼先進的情況之下 那的確當然是安全為先 那現在可以去把這個空域做一個有效的這種利用 所以兩者之間要取得一個這種均衡啦 那為什麼要把這樣子的一種新的管理流程導進 它是一個管理流程喔 或是你要把它叫方法也可以 主要是因為空中的這種交通的流量增加的太多太廣了 所以它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 好那所以說你通過你的這種空域的這個部分 你的主管機關它就有相關這種壓力存在啦 所以說你必須不能說放任著說那 因為你如果只是做安全考量的情況之下的話 當然你達到你的這種管制這種需求沒有錯 可是因為我們說過這個航空機它帶來可能就是個經濟活動的連結 那如果你這部分的這個控制的這種容量做的不是那麼有效率的話 那未來開設新航線的這種可能性跟意願就會 對航空公司來講就會比較低一點點 好所以它告訴你空中交通流量的這種狀況取決於這種航線的這種條數跟長短 以及機場和飛機這種數量還有起降架式等等的因素 那會造成這個空中交通流量分佈均衡的原因 因此因為空中的這種交通流量低成長太快 然後分佈不均勻 好那會造成管制上面的需求 以台灣來講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啦 我們在這種所謂的長途的國際線 全部都放在北部的桃園機場 那當然中部跟南部機場也有部分航空的國際線的需求 但是都是屬於進程的部分啦 所以大量的這些空中的這種航空器的這種道理場的部分 就會在桃園機場裡面產生 好所以說主要都集中在這個北部 這種桃園國際機場裡面 那為什麼要去做這樣子的這種管制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希望說在這個空運裡面 剛剛有提到把它的相關的這些容量做最有效的這種利用 那在安全有序跟流量的加速提供的這種 確保的這種追求之下 確保最大限度的利用 它空中的這個相關的這種容量啦 空中交通這些容量的這種確保 ATC就是AirCraft Control的這種 控制上面的這種容量 其實跟每個運輸系統都有這樣子的這種特性啦 就像以路運來講的話 道路的這些用的面積 你道路蓋出來當然就希望說 在單位時間裡面能夠去通過的這種 這種容量 這種車流量是最多的這種情況之下 但是又能夠去有序跟保持安全的這種狀態啦 那航空器因為速度上更快 所以它這方面的這種管控上面 就要更加的嚴謹 也就是說它不太可能會貿然的去做開放 但是當它的這種容量需求增加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做這件事情 實施有效率的這種空中運輸 並盡可能的去 這個預報飛行情報和減少飛行上的這種延誤 是它去做的這種部分 那這樣子這種ATFN的這種導入的優點是什麼 可以預先的去進行流量管理 跟對整體空域進行戰略的這種流量 所謂戰略流量管理是 我可以預 我需要去預知未來 我的這個空域上面這種 會有多少航空器經過這種情形 那這個航空器經過的情形 是跟你的經濟活動發展的需求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剛剛講到台灣 外科要去推觀光業 那製造業上面可能會有更多的這種 活物運送的需求 我預先有這樣子的 資訊跟這種需求的這種掌控 那我對我空域上面的這個 未來通過的這些相關的流量 就必須要有預先預留一些空間 好不然說等到台灣的時候 你再去做導入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 這個不必要的麻煩 就是過多的航空器的這種道理需求 那你目前的資源 因為要去做這種管控 就像各位同學一樣 你要去當成一個管制人員 不是今天就可以當成 你可能要經過一兩年的培訓 還有經驗的累積 那這些都需要時間 所以你必須要預先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面臨到所謂的這種戰略 因為的流量管理的這種機制的行程 它不是只有機制本身的導入而已 它還有相對應配合的資源 人員的這種訓練跟導入的部分 它才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這跟訓練一個飛行員的概念還蠻像的 不是說我今天想要訓練一個飛行員 然後明天去招募就有了 不是他必須還要去做 因為他能力上面這種培養跟建立的 畢竟它是一個相對上很專業的一個 這個業務的執行 好那再來是進行這個航空器 飛行前流量管理或是戰術流量管理的這種規劃 這種戰術管理規劃就指說 你的這種相關的設備跟你人員的配合的這種機制的 這種使用跟成熟度 比如說可能你實際上有這種設備 是一般的這種低空雷達而已 低軌雷達 低空雷達就是低頻雷達 那你現在可以導入更多高頻雷達 還有就是甚至用GPS的方式去做 你的航空機這種確認 那這些東西的使用需要跟你的 流程跟你的人員的 執行應用的去做配合 比如說東西有了 但能不能用的很精熟跟用的很有這種經驗 就看你的這種操作能力的這種部分 那再來是進行即時這種空域流量的這種控法 就是日常性的作業的這個確認跟這個掌握了 就讓你現在的空域的目前的狀況 得以被有效的去做空管解除 去避免剛剛講的可能是 雖然有安全但是沒有效率的情況 或是說雖然有效率 但是沒有辦法安全執行這種做法產生 好那所以說ATFM前半段的解釋 相對上算簡單 但是後面的運用跟內涵 它算是比較冷門的考題 因為我記得我們只有在這個複習的時候 有提到過一下而已 所以說相對上也算是冷門的考題 因為它是一個技術規格 或是管理流程的這種說明而已 所以說你把它當成考題 這個在前年的時候 好像也有出過類似這種考題 就是所謂這種隨時這種 descending這種降落的方式 那個都是當年度他們這個民航主管機關 所推行出來的一個具體這種做法 但是你把它拿來這種考試題目 就有點跟時事題去做結合 但是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它又不算是一個很新的技術 之前就有這種概念跟做法產生了 那現在再把它拿出來做考試 相對上合理啦 但是它還算是比較冷門的這種考試方式 那所以那老師那時候給思克星的部分考量是這個 但是如果是以內容來講的話 它其實不會太難陳述出來 因為它跟空中管制的區域 其實如果你可以寫的話 你可以再把這個管制區域的這種描述 那以及它需要空中管制的 這是哪些區域再做個說明也可以啦 這樣子假設你時間上是足夠 你有足夠時間你可以做這方面的這種陳述 那老師會是比較建議的是 還是說架構上面先出來 再去做內容上面的這個填寫啦 因為你想想看 以我們這樣子這種解析這種說明 這種好像不然這樣講完 大概也是要花大概40到50分鐘的時間 甚至要一小時的時間 那你如果是用寫呢 你的時間上是更加加的加倍 那當然更不用講說你寫真的要想吧 你不可能說這個題目我可以馬上就把它寫一觸而成 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說你從構思然後架構你的這個內容 然後再填寫內容跟做最後的確認 大概一個題目的容量 就是大概一個page左右 是你應該能夠發揮出來的結果 因為你如果再去做更多的這種內容填寫 但是沒有架構的話 基本上對於各位同學取分上面 並沒有太大的這種注意啦 當然說以這個考試值來講的話 老師或說其他的人會去建議測試說 我就要寫滿八頁八面這樣子 是四頁八面 但未必是這樣子 老師建議還是結構會去大於你的 這種層數這種內容的部分 所以這份就各位同學要去做一個取捨了 好所以整份題目看起來 老師覺得這次考出來的這個 能夠獲得就是平均分數啦 就是大概兩題半多到三題的分數 就是大概是六十幾到七十幾分 是一個平均分數來源 那你說可以拿到高分的人應該不多 不多啦 就是如果跟前兩年比較的話 這份考試上面的難度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老師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 當然也要靠看之後 改出來的結果是什麼樣 但是像這個題目裡面 就已經有包含比較冷門的部分 就不是相對上這麼容易去做回答的這個內涵了 不過說也不用擔心 因為那個難的部分應該沒有多少人可以答得出來 他這種具體的這種內涵 也就是說他知道這個來源 但是真的能夠答出來的人應該不多 應該不多 其實你去翻考古題 跟今年的題目 能夠match到的應該內容也不多啦 那所以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這樣的起跑點 是差不多相同的情況之下 也就不用太擔心這樣的結果 這是針對這個今年一百一十一年的這個 民航特考裡面的飛航管制下面的 這個航空運輸相關的內容 跟各位同學做個說明 那他基本上要掌握題目就是第二題 跟第三題的題目的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部分的第四題 這兩題半應該要能夠做一個內容上面的這個 陳述啦 那第一題跟第四題的後面的部分 這個寫的部分可能就是 大家可能都是在起跑點上面 可能也沒有這麼多的這個 同學能夠或是考生 能夠真的把它發揮得很透徹啦 好 那以上是對於這份 今年度的這個考題上面的 這種各個不同的題目 還有他的這種應該要去回答的內容 跟重點的這個說明 謝謝各位同學的收看 多遠的小朋友 跟重點的小朋友 跟重點的小朋友 來看